现在是早上的7点50 今天早上我要从紫阳码头 沿汉江去洞河水乡 这边属于汉江库区 我每次来紫阳都会选择坐船 去别的地方转一下 紫阳港客用码头 这个船的话就像大巴车和公交一样 每一个小时花一趟 这是紫阳到洞河的搬船的用营时间 紫阳到洞河早上8点第一趟 洞河的紫阳早上8点 早上6点第一趟 下午5点半 3点半 汉江大桥 亡比山 包茉高速 坐这个船的话比较便宜 一个小时到洞河证 票价5块 到大道河的话需要两个小时 票价10块 只不过到大道河证 一天只有一趟车 中午的12点从紫阳发 上面是香鱼铁路 2块 紫阳县属于汉江上游 它的下游是安岗水电站 所以这边的话是故区 对面是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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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是汉江 我的左手边是香鱼铁路 右手边是紫阳到兰高线的公路 对面那个驶过来的船是从大道河证开往紫阳的 它早上从大道河7点始发 中午的12点从紫阳港回大道河 我来了几次了 每次前期都特别阴陈 或者下雨 到了洞河之后 那边的水域比较辽阔 因为它是三河的交汇之处 还有半个小时就到了 山顶上涌雾缭绕的 昨天刚下完雨 沿着汉江河道 两岸有好多那种小的码头 都可以停靠 看样子又要进站了 和公交车一模一样 特别凉快 现在这是坐船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长江十年进步 这汉江里面的鱼特别多 一路的话鱼经常会蹦出水面 特别的大 如果想坐船的话 最好是早上 因为中午的话特别热 碳江 江面也热 这个铁皮船的话也热 陕南几区基本上都是一些 湖广移民 他们说话的话像四川话 也不像四川话 那种口音 看这个岸边的话 这个水位没有过去的高 快到了 前面是一个拐弯 这个上面是前河丛 汉江之上有班船 还有渡船 渡船就是从北岸渡到南 像前面那个船就是渡船 毕竟汉江上面大桥是有限的 又属于库区 这边的居民有好多是有铁皮船的 就是那种滑的舟 自己用比较方便 前面应该就是洞河了 那边是三河的交汇之处 辱河 洞河 汉江的交汇之处 到这个地方的话 风特别大 三河交汇之处 原来这个洞河的话 在南岸 因为建了这水库之后 水位抬高 所以搬到这 汉江北岸的三台山之上 接送学生传播 抠完之后用这个毛挂在岸边就行了 如果来这边不想回去坐船的 可以坐渡船 坐到河顿岸 这条公路上到紫阳的大巴车比较多 整个正的话 建在山台山的山顶之上 这边的水域比较辽阔 三河交汇之处 自古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水路码头 这边是1980年才搬过来的 原来那个镇 就在我所占的汉江之下 全部淹没了 这是渡龙 我刚才问了一下 他们说将来这边的话 可能会架一座汉江大桥 不架桥的话 真的去对岸不方便 必须坐船 船已经靠岸了 现在到洞河正上去转一下吧 看一下洞河水箱 到码头了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洞河到紫阳的发车时间是6点 8点 9点 10点 12点 2点 3点半 最后一趟 从紫阳到洞河的话 是8点 10点 11点 12点 2点 3点半 5点半 这边是陕西的小江南 这边是陕西的小江南 这个洞河正过去是湖广移民和本地人组成的一个正 后来因为建水电站 所以这边成了库区 他们连夜的话就是家警搬迁到了汉江北岸 我现在所站的位置 这上面还保存了一座清代的戏楼 是他们从河对岸当时把那个戏楼拆了之后 复原又建起来的 其实这个前期的适合坐船 只不过拍出来的话效果不好 不冷不热 吹着风 站在船上 特别舒服 你要是下午来的话 中午来的是真热 洞河正水系图 大米西 小米西 这边是兰高县 还有汝河 洞河 漂亮吧 山水之城 那边是大码头 我在洞河 等风 也等你 渔乡小镇 水用洞河 确实好 这个地方 整个洞河上面的话 都是一些移民搬迁 小区 有好多洞楼 这个地方三面环水 到这个岛上呢 感觉特别干净 怪不得这么干净 整个洞河正的话 和别的山区都一样 都是依江而建 依着山势而建 去哪里的都需要走上坡路 紫阳县 洞河正中心小学 爹道和别的乡镇都一样 饭店 餐馆 超市 主要是卖蒸面的比较多 安康蒸面 这个地方是陕西省安康市的 紫阳县洞河正 这就是洞河系楼 清代的 商贸比较发达 街道上人比较少 特别的安逸 看起来 出去都打工了 整座系楼的 特别精致 建的 都有楼空雕刻 继续往前走 再没别的啥 就一条主街道 前面就到头了 还是到 汉江边看一下风景得了 那座山顶上 还有小区 不上去了 这是那种汽艇 也是渡船 好了各位 今天从紫阳码头 坐船 用了一个小时 五块钱的票价 到了这 洞河水乡 这个地方 三面环水 一面 靠山 风景特别好 江中间 还有一座 孤岛 看见没有 咱们下一刻 视频讲 拜拜 各位